第363集 八年 遗筹 公元65年 春季正月初二 司徒犯迁去世 三月新卯将太尉余颜任命为司徒 命魏魏赵熙代理太尉之务 月旗司马郑仲出使北匈奴 北匈奴禅瑜想要郑仲叩拜 郑仲没有屈从 禅瑜派人包围看守 关闭起来断绝了水火供应 郑仲拔出佩刀发誓 禅瑜恐惧这才罢休 于是重新派遣使者 随郑仲回到都城洛阳 先前大司农耿国曾上述说 应当设置杜辽将军 屯兵五元军 以防备南匈奴逃亡 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南匈奴须不孤都侯等人 听说汉朝同北匈奴 互通使者的消息 心怀怨恨打算反叛 于是秘密派人前往北匈奴 要北匈奴派兵接应 郑仲出赛的时候 疑心情况有变便四查等候 果然抓到了虚补的信使 郑仲便上书说 应当重新在边境设置大将 以防备南北匈奴互相联络 从此汉朝便开始设置杜辽营 命中郎将吴唐代理杜辽将军事务 率领黎阳虎牙营的兵士 屯住在五元军曼百县 秋季十四个郡和封国发生水灾 冬季十月北宫落城 十月初四 募集犯有死罪的囚犯前往杜辽营 命令逃亡的罪犯赎罪 根据不同的情况 各分等级 楚王刘英带着黄色细绢 和素色博仇去见国相 说道 我身居藩国 罪过积累 我非常高兴蒙受大恩 献上细绢博仇 已赎我罪 国相将此事上报朝廷 明记下诏答复说 楚王口念皇帝老子的精微之言 崇尚佛家的人爱慈悲 从斋戒三个月 对佛立誓 能有什么财贤和疑问应当悔恨 把那些赎罪之物退还 赞助他美食 款待佛家弟子 起初 明帝听说西域有一神奇 名字叫做佛 于是派使者前往天诸国 寻求佛教道义 使者在西域找到了佛经 并带着沙门回到中原 佛经 大抵以一切虚无为本 崇尚慈悲不杀生 认为人死之后精神不灭 可以再次投胎转世 而人生前所做的善事恶事 全都会有报应 因此提倡修炼精神 直至成佛 佛家善于使用 恢弘博大的言词 以劝话诱导 愚昧的凡夫俗子 精通佛家道义的人 称为沙门 于是佛教便开始 在中原传播 图画佛门形象 在天子诸王和显贵当中 唯独楚王刘英 最先爱好佛教 十月三十日 出现日全时 明帝下诏 勉励百官各尽职守 用最直率的态度 批评朝廷 而无所忌讳 于是官员们 全都呈上密封的奏章 各自议论朝廷的得失 明帝观看奏章 身自责备 便将这些奏章 向百官公布 并下诏说 群臣指摘之时 都是朕的过错 人民冤屈不能伸血 贪官污吏不能查尽 却轻率地使用民力 迎见公使 开支和征税无节制 而且喜怒无常 回顾古人的见解 十分恐惧 只怕朕品德寡薄 日久生代 北匈奴虽然派使者 入朝进贡 但侵略不断 致使边疆城镇 白日关闭城门 明帝同群臣商议 打算派遣使者 回报匈奴来时 郑重上书劝谏说 我听说 北匈奴蝉虞 所以要挟汉朝派出使者 目的是想要离散南 匈奴蝉虞的不重 坚定西域三十六国 对北匈奴的效忠之性 他还将吹嘘 以同汉朝和解通好 向临近敌国夸耀 使西域那些打算 归附汉朝的国家 畏缩猜疑 使流亡在外怀念故土的人 对汉朝绝望 汉朝使者到过北匈奴之后 蝉虞便已十分傲慢自负 如果再派使者 他一定会自以为得计 而北匈奴群臣中 反对于汉朝为敌的人 也不敢再说话了 这样 南匈奴王庭便会发生动摇 乌环也将跟我们 离心离德 南匈奴蝉羽 长期居住在中国内地 对我国的情况和地形 意义知晓 万一同汉朝决裂 即刻便成为边境的祸患 如今 幸而有杜辽营的大军 在北疆扬威镇首 即便我们不派使者 回报北匈奴 他们也不敢作乱 明帝不接受郑重的劝谏 再次派他做使者 前往北匈奴 于是郑重尚书说 我前次奉命出使北匈奴时 因不肯行跪拜之礼 缠于十分愤恨 曾派兵把我围困起来 如今我再次领命前往 定会遭到凌辱 我实在不愿自己手持大汉的福洁 对着毛毡皮衣独拜 而如果我迫于行事向匈奴屈服 则将有损于汉朝的国位 明帝不听郑重的劝谏 郑重不得已而起身 出发后 他在路上接连上书力争 坚持自己的主张 于是明帝下诏严厉责备郑重 将他追回囚禁于挺位监狱 适逢赦免 他便回到家乡 后来明帝会见北匈奴的来客 听到郑重与谗宇 因礼仪相争的情况 便再次征召郑重 任命为君司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